大家好,我是大雄 胡塞终于向大雄早早预言的那样 寻衅姿势到被胖揍只是早晚的事情 果不然,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开展报复行动 袭击三艘美军舰和一艘英国军舰后 今天凌晨,多国联军大规模围欧开始了 轰炸野门胡塞武装 包括首都萨纳在内的多个城市发生了大爆炸 尽管野门警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 若向美英开放领空将即视为正式交战 但是没啥鸟用 沙特为英美对野门胡塞武装开放了领空 并没有理会野门的警告 当地时间12日凌晨两时许 野门胡塞武装控制多地遭空袭 首都萨纳、河台达市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和英国开始对野门境内 与胡塞武装有关的目标实施打起 特别是在黎巴嫩真主党 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紧张外溢之机 美国情报机构官员担心 该组织可能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 报道说 四名要求匿名的情报官员告诉政治报 网站记者 真主党很可能 首先把美国驻中东的军事或外交人员作为打击目标 但也可能会把目光瞄准美国本土 美国的埃森豪尔航母和俄亥俄级潜艇全部参与打击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使用的战斗机和战斧悬航导弹 对胡塞武装的雷达、防空基地、武器库和发射场等 进行了空中的打击 相当猛烈 打击结果相当不错 拜登就美国和英国武装部队 在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 对野门胡塞恐怖组织进行联合空袭 发表声明说 如有必要 我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国际商业的自由 拜登在声明中还称 这些打击是对胡塞武装在红海 对国际船只采取前所未有袭击的直接回应 据说胡塞高级指挥官在空袭中丧生了 一名为透露姓名的胡塞成员证实 美英等国正在发起空袭 达曼尔、萨达和和泰达等城市实行目标 野门萨纳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侯塞因哀起 我们的国家遭受了美国和英国船只 潜艇和战机的大规模侵略性的攻击 毫无疑问 伦敦和华盛顿将不得不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有官员也担心美国本土会遭到攻击 这次联合国的反应比较快 当地时间月时下午 联合国安理会在经过磋商后 就一份美国和日本联合起草的关于 红海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 结果赞成11票 弃权4票 没有反对票 决议获得通过 决议谴责自2023年11月19日以来 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至少20多次袭击 要求其立即停止 草案重申必须尊重商船和根据国际法 行使的航行权利和自由 会员国有权根据国际法 保护其船只免受攻击 不过 联合国也有一个坏的消息 美国 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称 当地时间10日 联合国一架直升机因故紧急迫降在加尔谷渡德州后 被索瓦里青年党劫持 一名西方官员称 美军被迫紧急降落在加尔谷渡德州后 青年党放火焚烧了这架直升机 匿名官员还称 机上有四名欧洲人和五名非洲人 据称其中一人死亡两人下落不明 其余人被俘虏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也表示 有涉及到联合国直升机的安全事件在索瓦里发生 但出于对机上人员安全的考虑 它并未提供更多的细节 伊朗承认 它是今天在阿曼附近劫持MV号邮轮的幕后黑手 这艘由美国控制 希腊运营的邮轮将 14万5000吨的石油从伊拉克运往土耳其 伊朗海军当地时间11日宣布 根据伊朗法院的指令 其在阿曼海域扣押了一艘美国邮轮 无论如何 知道法律的重要性 开始讲法律了 都是一个进步 如今 这场危机从曼德海峡扩展到霍尔木兹海峡 据以色列情报和警察部门宣布 他们挫败了伊斯兰国针对耶路撒冷的重大恐怖袭击 两名恐怖分子计划引爆爆炸物 但在实施计划之前被捕 过去24小时 加沙中部和南部多个区域的战斗 还在继续 以军摧毁了超过150个哈马斯目标 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 又摧毁了一些哈马斯的基础设施 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部长 甘词说 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只要哈马斯投降 一切都会结束 面对以防高强度的打击 眼看着要失去一切筹码了 在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发表最新讲话 呼吁哈马斯战士继续战斗 我们应该抓住10月7日胜利的时刻 并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据说如今不仅大俄使用朝鲜武器 而哈马斯等都在用北韩的武器 据韩媒透露 韩国情报部门昨天说 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 正在使用朝鲜武器 韩国方面还公布了一张 朝鲜向哈马斯提供武器的照片 当地时间1月11日 美国公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 在当日的简报会上表示 美国政府于9日 收到俄罗斯政府的通知 成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拘留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32岁的美国公民罗伯特·伍德兰 直在俄罗斯担任英语教师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32岁的美国公民罗伯特·伍德兰 直在俄罗斯担任英语教师 并居住在莫斯科郊外 他于5日被控企图大规模生产和销售非法药物 并被拘留 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家地区法院表示 伍德兰于6日因非法收购或持有毒品的指控 被还押候审至3月5日 伊朗扣传俄罗斯扣人热火朝天的美国总统选举 克里斯·克里斯蒂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如今只剩下尼基·黑利和特朗普 大雄比较看好的尼基·黑利 现在是共和党有实力和拜登竞争的选手 有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和官员 接受K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目前的欧洲各国政府严重的担心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 他不仅会完全的停止对乌坎的援助 还可能故意的摧毁北约 让俄罗斯毫无忌惮的控制整个欧洲 美国有不少人一样担心 其实这有点看错特朗普了 大雄认为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约 只不过是吓唬下欧洲 让其公平分担些美陆军的军费而已 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中 他即使当选了总统也不会争取那么做 再看乌坎方面 当地时间11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在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总统提用权 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 已经用尽了 美国对乌军事支持已经暂停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1日通报称 过去一天中俄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乌军反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了56次战斗 爱查尼亚总统卡里斯当地时间11日 会见了到访的乌坎总统泽恩斯基 泽恩斯基在发言中说 俄乌停火不会带来政治对话 只会让俄罗斯受益 因为这将给俄罗斯增加获得弹药供应的时间 据纽约时报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最新的报告 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没有得到美国官员的适当追踪 其中包括尖康式导弹 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和夜视设备等 据报道 俄罗斯国家英雄马加索莫夫又有新谋杀案 他杀害了一位18岁女孩 这是他在被占领的卢干斯克的一家酒吧里做的案 他在酒吧里遇到了两名年轻女孩 据名目击者称 马加索莫夫完全无理由的向其中一人的腹部开了一枪 然后逃跑了 这位无缘无故的受害人只有18岁 又见一篇重复大雄 俄乌开战之初关于这场战争的观点 K时代杂志专栏 发最近文认为 对乌克兰来说 2024年将是战争的转折点 由于美国政治和物质支持的减少 欧洲援助的前景 仅稍好一点的话 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 兵源问题 二 建立军事工业 增加武器生产 三 重新制定现实的军事战略 K时代认为 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 其领土损失不但可能无法收复 而且很可能会扩大湿地的范围 对这三个问题 大雄只担心一二 特别是一 大雄很早之前的公众号文说过 这里就不多言了 可悲可叹 又意外死亡 俄罗斯国营巨头 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 下属库班媒体主持人 著名记者左亚科诺瓦洛娃 被发现在自己家中死亡 与他一起被发现死亡的 还有他的前夫 据说48岁的左亚左亚 是乌坎战争以来 异常列神秘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个 当然可以肯定的说 也不是最后一个 正是调查死亡的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言人说 在检查尸体的期间 没有发现明显的伤害 去报道48岁的左亚 是在自驾卧室里 被库班媒体节目编辑发现 他52岁的前丈夫安德烈 古巴蒂卡的尸体 在附近被发现 这对前夫妇有一个15岁的女儿 和一个成年的儿子 看一下战事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总司令 扎尔日内首次视察库布扬斯克 北线战场 其正在酝酿新的战略 据乌军塔弗里亚集群声称 不断出现的俄罗斯军人 拒绝执行进攻命令的人 越来越多了 有不少人已经受到长官的体罚 甚至处决威胁 据说在最近有大约40名俄罗斯军人 携带武器离开战壕 他们企图逃去克里米亚 而对他们的追捕正在进行 最新 车臣的俄军第70摩托化 步兵团的司令部 被一把莫名的火烧毁了 还有莫斯科附近的一场大火 摧毁了一家为俄军生产防弹衣的工厂 据网络视频画面显示 今天早上 猛烈的火焰吞没了莫斯科地区 奥布曲沃恩图奇亚斯托夫大道上的工厂 过火面积不小 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昨天我军方召开了高层军方会议 据报道说会议是不见格拉西莫湖出席 难道传闻他为乌军斩首是真的 觉得关注新的变化 据报道 俄罗斯大使馆在其电报频道上发布消息称 我们评估拉脱维亚议会的这一决定 是法律上的资议妄伪 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抢劫行为 公然藐视保障他国财产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这是在俄方莫斯科之家文化中心被拉脱维亚没收 转为国有财产时 俄方的强烈反应 俄方表示这是一种恣意妄为的抢劫行为 并表示将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狂妄举动的组织者 采取回应措施 据报道称11日早些时候 拉脱维亚议会中独通过了一项法案 将位于李家的莫斯科之家文化中心转为国有 以防止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重复一遍 无论如何 知道法律的重要性 开始讲法律了 都是一个进步啊 匈牙利总理准备放弃否决权 以希望在2025年 审查对基辅的500亿欧元支持计划 所谓的审查 就是再进行磋商讨论 投票决定 这等于匈牙利同意对乌克兰500亿欧元支持计划 而且欧盟将在春季为乌克兰生产100万枚炮弹 欧盟国防工业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纳伯恩塞尔表示 到今年冬天结束 欧盟将能够生产足够多的炮弹 以兑现承诺给乌克兰100万枚炮弹 最重磅的是白俄罗斯人民 永远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 我们不会允许有人从白俄罗斯境内 袭击乌克兰 我们不会同意白俄罗斯军队和装备进入乌克兰作战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生惊世界一向慎严谨刑的老卢 何以如此发生 大雄没智商还没有搞懂 有知道的亲请多多指教 谢谢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如果你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祝所有朋友平安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你 愿天下大统再也没有战争